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话说电影 我是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做到了第三期节目了 那么这一周包子你过得怎么样 这个星期其实工作很忙 看电影看得也很忙 注目注意到我的声音有什么变化 比之前好多了感觉 对 因为头两期我们发布了之后 有很多听众听了 然后有一些反馈 基本反馈的声音比较统一 就是说包子的声音相对老张 实在是音质有差别 首先我的普通话没有老张那么标准 另外我的声音没有老张那么有刺性 那么如果是说在录音质量上 如果我的声音一直有 回音或是一直质量比较差 那就实在是跟你太没有平衡了 所以说包子为了提高我们讲坛的质量 投资了一个新话筒 你看你这么一说 对吧 因为你投资了个新话筒 那么这周我为了让我的声音更加性感一点 我还自己让自己重感冒了 所以今天我的声音可能会更沉一点 是吗 就跟红烧肉一样 十分有磁性 十分有吸引力 那这周我们微信公众号也开通了 对这是一个新闻 我们大话说电影现在微信公众号开了 如果你要是使用微信的话 你直接搜索大话说电影 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 那么请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将来的每一期大话说电影 都会通过公众号向大家开通 然后公众号也是一个向我跟我们交流 和向我们提建议的好平台 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而且正好就是每周也可以提醒大家 又有新节目可以听了 是不是 对啊 而且公众号以外 我们现在其实应该还有其他的媒体途径 一步一步的我们会开展 像有机会把大话说电影 这个特色 通过更多的途径向大家推广 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跟我们联系 公众号只是第一步 请期待我们其他的联系手段和方式 对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 可以给我们发一点意见建议 想看什么电影 对什么电影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不说了 不说了行了吧 直接开始说电影好了 好吧 那除了买新话筒 除了老张得病 这周我们看了个什么电影呢 我们这周的电影叫做 Hitman's Bodyguard 中文叫做王牌保镖 这部电影 应该在国内还没有上吧 应该是这个月20多号才上 对吧 对 大陆的上映时间是9月22号 那么从我们悉尼的电影时间来说 其实是领先了大陆 很多如果你是大陆的听众和朋友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还没有机会看 但是这个电影在美国已经播三周了 在我们澳洲的话应该是上星期开印 在美国的话 他和我们第一期的电影叫做神通联盟 其实是同期开档的电影 这其实是一个喜剧电影 这个对 你看那个演员阵容 基本上就知道应该会是一部喜剧 Action Comedy应该算是 喜剧的动作片 Hitman's Bodyguard 老张你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你对他的总体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典型的一部那种喜剧片 就是或者是喜剧动作片 非常典型化的 就是两个人自己非常合不来 但是一定要一起完成一间任务的这样一个片子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配合非常好 在这个电影里面 对 我也是这么个感觉 因为Hitman's Bodyguard 就是王牌宝贝这个电影 他本身并不是做出来 就是非常 怎么说 直奔娱乐性而去的这么一个电影 他本身深度不是特别大 然后他的剧本和故事 本身这个故事的层次感 其实也是蛮中庸 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性电影 让你看的时候笑 看的时候开心 看完之后就过去了 并不是一个想要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 对 我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没有准备要看这个剧情 因为我觉得其实看了以后 我也觉得其实里面剧情都是挺老套话的 主要就是看这两个人的幽默感和他们的配合 这个电影 美国今年夏天的票房总体来说比较疲软 那么王牌宝贝这个电影 在美国已经延续三个星期得了票房冠军 虽然说这个票房冠军本身也不是说特别高的票房数据 但是他比他同期发布的这些电影来说 他的票房表现都更好 应该让导演Patrick Hughes十分开心 你对这个导演 电影的导演你熟悉吗 不是很熟 应该没有拍过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片子吧 Patrick Hughes本身是一个娱乐性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导演 他的导演过的电影并不是特别多 能够给大家留一些印象的恐怕就更少 三个短片都是我们不太容易见到的 大家有可能会知道的电影就是叫做敢死队第三集 就这个还能说出来大家还能有一点印象 对 但说实话 对敢死队其实除了第一集有点印象比较深 后面几集我觉得我已经忘记哪一集是哪一集的剧情了 我觉得后面两部基本上差不多 是 Expandable 3应该是有Chuck Norris的 对 那应该就是个亮点了 就是个亮点 总的来说像Expandable 敢死队的电影系列 不是特别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好像很多动作明星过去玩一下 就是一个纯奔娱乐性的电影 本身没有什么深度 Headman's Bodyguard这个电影 也基本是走同样的路线 纯为娱乐而去 这个电影本身深度不是特别大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 在看电影的时候 哈哈一笑 心情非常好 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忘记 对 就是去吃个爆米花 笑一笑 就觉得满足了 先点一下爆米花电影 对 对于这个电影的主演 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 Ryan Reynolds和Samuel Jackson Ryan Reynolds Samuel Jackson 故事主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影片就是讲其实一个职业杀手 也就是Samuel Jackson扮演的 他为了解救他的妻子 然后自愿成为一个法庭的一个证人 作为一个关键证人 然后他被警方重兵保护着 要去出庭作证 然后他要作证的罪犯 又雇了很多人要去杀人灭口 然后把他保护他那些警方都打死了 然后最后逼不得已 就请了一个私人保镖 然后这个私人保镖 就是Ryan Reynolds 以前也是他的死对头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 这个剧情基本上就是两个很不合的人 但是一定要在一起完成一项任务 就这么一个剧情 对Ryan Reynolds作为一个保镖 他自己有一个保镖公司 但是因为他在两年前 故事发生之前 两年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目标 所以说本人是在一个事业的利谷里面 他跟Sam Jackson这个污点证人的角色 有过非常密切的历史 所以说整个电影的喜剧氛围 基本就是在这两个人属于又是朋友 又是仇家的这么一个矛盾中展开 你对Ryan Reynolds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的演 他们在这部戏里面 其实两个人都是非常本色演出的 就是走的完全是他们平驰的那种路线 Ryan Reynolds的话 他稍微有点那种 就有点romantic comedy的那种 lead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有点 你在他身上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死士 那个deadpool的那种感觉也在那边 然后Samuel Jackson就是那个满嘴粗话的那个黑人 反正就是说 你在美国电影里面 基本上能看到两个黑人 一个是斯斯文文说话的黑人 那个就是Morgan Freeman 另外一个就是满嘴粗话的黑人 那就是Samuel Jackson 你难道看不到Dancer Washington Dancer Washington其实现在就是电影并不多 而且他走的电影主要是奥斯卡类型电影 我们基本上想看的那些娱乐片里面 基本上就这两个黑人比较多了 Ryan Reynolds这个演员 我说实话我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他本身是同性出身 他跟Britney Spears当初曾经属于同一个 就是什么少年乐团 还有另外一个Ryan Gosling 他们都是同一个演艺班出来的 但是Ryan Reynolds因为自己本身外形 特别适合演 就是叫什么浪漫清喜剧 所以说在早期他演了很多这样的角色 最近因为死尸人电影的成功 感觉好像他就是想走这种极端喜剧路线了 我其实本身一直觉得 他在纯演技派的路线上 其实还是蛮有发展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觉得 可能是自己选择这种演技路线比较开心 我可以想象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应该是有很多花絮 整个在拍电影的过程中 应该是很开心的 作为一个演员 能够卷入类似这种纯娱乐性的电影 所以说他现在选择很多电影 都是直奔娱乐性而去 我就觉得这个片子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笑点 可能就是两个人在现场improvise出来的 所以就效果非常好 就是那种很及时 很脱离剧本对白的那种表现 就很记性的一种表演 Samuel Jackson在这个电影里面 也是本次演出 基本上没有什么性格的塑造 或者是对人物吃得很深 这种基本就是Samuel Jackson 在这个电影里面演Samuel Jackson 对 我觉得跟他的那个 Pulp Fiction里面那个角色有点像 满嘴脏话 但是 而且也是个杀手 另外一个这个电影里面 值得注意的角色 就是Gary Oldman Gary Oldman 他那个一开始一出来 我就是认不出他 我觉得Gary Oldman 他每一次演任何一个戏 他的外形上面的一个整理 都是非常特殊的 都是就是说 你很难认出是Gary Oldman Gary Oldman 是我非常喜欢的 好莱坞演员之一 我觉得他在演技方面 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演员 每一个电影里面 看到Gary Oldman 他在表现的人物角色 和表现的人物性格方面都不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演技非常 路子非常宽的演员 而且每次看到的时候 基本上你对这个角色 就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觉得他是一如既往的可靠 他的角色是 怎么说呢 应该是一个北欧小国家的前政客 一个制裁者 对 一个制裁者 然后他是电影里面的大环角 我对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 其实非常满意 我觉得如果是有人物性格刻画的话 他是性格上面表现最有层次 最深的一个 他对他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很深刻的去刻画一个角色 就是说别人你会觉得他是在演戏 但是Gary Oldman就是永远都是在塑造角色 这就是你为什么你每部电影里面看到他 你都会认不出是Gary Oldman 因为你看到的只是那个角色 所以我这一点是特别佩服Gary Oldman 我还听到一些看到一些西方影评对于 因为Gary Oldman在这里面 在这个电影里面他表现的 他表演的主角色 其实是一个前苏联国家的一个前政客 他在说话的时候应该带有比较浓重的苏联口音 这个我们在看英文电影的时候 我们感觉不到 相信国内的观众朋友们 也不太容易能够感受到 他在口音方面的表现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见演员功利的 我们听到的时候能听到他有口音 但是不知道这个口音到底有多准确 但是Gary Oldman在这方面 也表现了他在表演功利的深厚度 他本身是一个英演员 但是他在说英语的时候 随便可以加上各种各样的口音 这本身是一个功利来的 对对真的是影帝级的人物 因为就是说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像这样的电影 他的剧本一般性都是非常老套话 然后非常烂的一个剧本可以说 但是就是说 蛮格式化的 对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Gary Oldman可以把一个角色 完全的塑造出来是非常出彩的 所以这就是可净之处 如果是一个好的剧本 比如说蝙蝠下前传那种好的剧本 甚至是哈利波特 他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的素材 可以让他去塑造一个角色 但是他这样一个角色里面 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就非常 非常的把这个人物给活跃起来了 对所以说Gary Oldman在这个电影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亮点 其他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演员 两位女配角吧 一个是 Selma Hayek 对 Selma已经不年轻了 我觉得这个角色挑的对他来说是蛮好 Cast其实蛮好的 因为他的年纪跟Selma Jackson应该是蛮配 他应该有50岁了吧 这个应该很差 我觉得他差不多应该是50岁了 就是说但就是在这个这个戏里面 他的角色是非常般配他这个年纪的 我觉得 然后他的角色 所以说是他什么叫 他的角色也也比较出彩 但是在演技方面的话 就没有Gary Oldman塑造的那么真实化 其实应该属于是蛮夸张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是一个角色的设定 就是剧本里面设定成这副样子 他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没有加太多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也许你换一个女演员的话 也能演出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分量 在这个电影里面算是恰到好处 第一是角色其实非常鲜明 而且其实蛮夸张 第二就是说给Selma在这个电影里面的 就是上镜出镜凤娥 其实就特别合理 导致于说这个人物让你觉得蛮有趣 但是又不觉得太多太过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 这算是一个挺好的分寸 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是 Illody Young 我对她没有太大的印象 看完这部片子里以后 就是我对她没有太大的印象 我觉得任何一个 她没有很成功的把这个角色 让大家记住 我觉得 就是不是有特别鲜明的性格 对 但这个角色本身 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演好 因为我觉得剧本设定 给这个人物的发展空间 本身就不是特别大 他本身其实就应该算是一个 故事主线的这么一个道具 他把故事主线介绍起来 然后他本身又是Ryan Reno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 就属于情感配角 但是其实这个人物角色 本身不是特别容易演好 因为他不像Selma的那个角色 就是性格特别鲜明 这个角色的 其实本身性格就是非常中庸的 属于那种很普通的角色 没有什么被发掘的空间 我是觉得他主要 他跟Ryan Reno 没有产生很大的摩擦 没有很大的火花在那边 我觉得就是说 你看一个演员 他是否一个角色 他是否有存在感 就是要看这个角色 跟其他的角色 怎么样去interact 怎么样去互动的 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 他就是说 在故事情节上 有很大的互动 但是在他的角色的感情上面 他没有表示出来 那种很强烈的那种互动 所以说就是不是让人 不是一个非常让人 能够记住的一个角色 最近其实算是一个出镜率很高的女演员 其实蛮红 如果能够大家看电视剧系列的话 那么在Dare Devil和叫做Defender 电视剧剧集里面 他的角色是Electra 应该算是比较容易被大家认出来 或记得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另外一个他曾经在以前的电影 就是叫做G.I. Joe里面 他曾经有过出镜 那个角色也是 怎么说呢 其实蛮让人容易记得住的 他的角色其实是 一直都是蛮类似的 因为他在G.I. Joe里面的角色 和他在Electra的角色 其实是蛮类似就是你讲 他是那个黑武士的学生是吧 好像是 我反正记得有一个女的 拿着一把刀的 就是他吧 就是他拿着一把刀 你看我要想半天 我才想起来 他最近其实说实话 表现出镜率蛮高的 因为最近的 首先是Dare Devil这个剧集蛮红 给了他很多戏份 另外一个新的电视剧 就是叫Defenders 他是里面的大反觉 所以说他戏份 其实戏额蛮多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他在演技方面 其实还有所发展 因为他这些角色 他的性格基本就是非常统一 总的来说 好像是他只会 他戏路不是特别宽 我看了下他在IMDB 他拍的片子 基本上都是因为他能打 他是本身有过 这个动作训练 或者是本身可以做 他是练过舞蹈 还是练过Marshal Arts 对 我看了一下 就是什么 The Girl with Dragon Tattoo Gods of Egypt Dare Devil 都是基本上是打的 对 Gods of Egypt里面 他演的是一个爱神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 虽然说在IMDB 或是在Rodent Tomorrow上面 评分不是特别高 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电影的原创性 不是特别高 但是它的娱乐性 其实是蛮高的 我觉得如果 你只是想坐下来看一个电影 然后让自己哈哈大笑 那么这个电影 其实是蛮得分 对于我来说 我给他一个可 因为我觉得 我完全不介意看这个电影 但是要说这个电影 有什么特别好的 可圈可点之处 或者是给我对他 深刻的印象 也不见得 所以说基本上 我给他的定格 就是当你有两个小时 然后你想看个电影 然后娱乐一下 那么这个电影 其实蛮值得 如果你要是在 Streaming 或者是 如果还有 做DVD 这么一个事情的话 那么其实是蛮 值得出手一下 其实你觉得这个电影 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Date 我觉得可以 因为就是说 首先你不用怕 你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看不看得懂 因为这个片子 基本上是不用看剧情的 还有个好处就是 还有个好处就是 当你在吃 那个爆米花和可乐 也许你要上厕所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去上厕所 你回来以后 你完全可以猜到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剧本 所以就是说 他不用去画脑子 然后他的笑点 反正随时都在 所以你如果 就是上了个厕所 回来的话 你照样看得懂 你还是可以 按照他的笑点 继续看下去 没有问题 但这部片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只能 给他个钟 因为就是说 相比之下 就是你说 这部片子是和 那个Logan Lucky 同时上映的 在美国 相比之下 我觉得Logan Lucky 比制服片子 要拍的好了很多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你给他一个钟 我给他的 是可 其实也是钟 优良 钟下 那么我给他的 评分以至钟 他跟 神头联盟 同时上进 他的票房 比神头联盟 要高很多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一定要 在两个电影里面 推荐一个的话 那么神头联盟 绝对是我要推荐的电影 这个电影 非常中庸 非常主流化 我不介意看 如果是说 但是如果让我 重看一遍的话 恐怕我还会选择 神头联盟 对 就像类似的片子 也许一年之中 会有三四部 但是这部还是 就是类似的片子里面 算比较好的 只能这么说吧 这个我很同意 但是在中国的朋友 也许就不用 那么困难的去选择 因为这部片子是在 这个月上映 然后Logan Lucky 在国内应该是 在下个月上映 所以两部都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这样 在美国的票房 是2100万 但是他的成本 是3000万 所以说在美国 虽然说他已经 差连三个星期的 票房冠军 总的来说 他还是赔钱 对 但是如果就是 在海外他还没有 我在澳洲已经 开始上映了 他还没有算在 海外的 他的票房 我觉得他还是 可以版本的 因为要知道 就像Ryan Reynolds 什么的 我觉得也许在中国 不一定有 很大的号召力 但是我相信Ryan Reynolds 他在 比如说日本 这些市场的话 他有非常强的号召力 另外一个Samuel Jackson 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唱歌 Samuel Jackson 其实是个 很好的歌手 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好神奇的 就是说以前 从来没有 Samuel Jackson 可以唱歌这件事情 跟他本人联系在一起 因为他通常出镜的时候 都是满嘴脏话 然后表现的角色 通常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 怎么说呢 黑社会形象 其实他是一个 蛮好的歌手 他以前曾经 演过一个音乐片 Samuel Jackson 和Bernie Mack 演的那个音乐片 叫做Soulman 那是第一次 我看到Samuel Jackson 唱歌 然后我觉得 其实蛮受 怎么说呢 蛮 让我脑都大开的 从来没有想过 Samuel Jackson 是可以唱歌的 而且如果 我是朋友们 没有看过 Soulman这部电影的话 其实蛮推荐 你们看一下 因为里面的音乐 其实还蛮不错 他还跳舞呢 然后 没想到Samuel Jackson 是这么高产的一个演员 他基本每年都有 至少一部电影出现 看他的那个电影简历的话 好长的一段 对 每年都有好几部片子出来 非常高厂的演员 好的 那么我们王牌保镖 就先说到这里 是一部 是一部 我们都给一个中 平分的一部片子吧 所以到时候上演的时候 如果大家没什么事 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纯为娱乐性而制作的电影 从娱乐性角度上来说 其实是蛮纳分 对 只是不太容易记得住 不太容易留下什么痕迹 对 就是一笑而过 对 你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值 这样你会觉得挺高兴的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今年 今年Box Office 好像是这11年来 最差的一年 对 据说是 怎么说呢 在美国的话 叫做Summer Box Office 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的夏天 是娱乐性大片 频繁发布的这么一个季节 因为学生有放了假 然后大家有时间 大家都里面 有可以看电影的钱 那么在学生和年轻人身上 可以大力挖掘消费潜力 所以每年的夏天 都是好莱坞发布大片的热记 那么今年2017年的话 是从2006年以来 票房 就是夏季电影票房最差的一年 可以说 很多电影在 投入和制作的时候 有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值 但是在票房表现上 都非常令人失望 对 如果是对啊 11年最低票房 真的是一个 让好莱坞非常难接受的一个事实了 而且如果你要是说 这个数据还是完全从 dollar to dollar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票房 票房收入的角度上来说的 如果你要是把 就是通货膨胀啊 货币贬值啊 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 它其实可能也还会更低 如果你要是看今年夏天 电影发布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大电影 很多大片 首先是 叫什么 银河护卫队2 然后呢 我们有 阿瑟王 然后呢 我们有 《异形前传》的第二部 对吧 然后木乃伊 然后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加勒比海盗 然后有木乃伊 然后有神奇女侠 这都是在票房期待值上 有很高期待值的电影 但是好像是 从表现力上来说 银河护卫队没有超过一 银河护卫队2的表现 没有超过一 阿瑟王的表现非常差 基本上可以说是 今年的最让人失望电影之一 然后《异形前传》也非常差 票房上非常保守 这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好像唯一 我觉得是这几年主要 类似的电影太多 然后好莱坞拍续集 拍这种系列太多 还有就是reboot重拍 就一个电影把它重拍 就比如说这里说到King Arthur 这就是一个重拍 然后还有木乃伊 又是一个重拍 就这种reboot 加上之前说的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第二集 变形金刚 第五还是第六集 然后加勒比海盗 也不知道是第几集了 这些续集 就是让大家已经觉得乏味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 也许很多续集 就是你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一步不如一步 所以到了今年的时候 你就不准备去看这些电影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票房不是太理想 我觉得 审美疲劳症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看同样的电影 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看次数实在有点太多了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说这些电影公司 它好像是因为 马尔罗的那个电影世界 塑造非常成功 所以说他们都想在里面取经 都想走类似的路线 所以说他们在制作大片的时候 通常都是有八部 十二部电影的计划在后面 比如说像阿死亡本身是一个 七部电影的大计划 对啊 那么第一部没成功 就是 所以说以后也不知道 这个电影系列的前途 被捕到底后面的电影 还会不会做出来 这就是步子跨大了容易扯淡 就是你要第一部 你要一步步把电影做好 你再考虑后面的电影 不要第一部还没有出来 你已经考虑到后面七部了 他在做计划的时候 就是想计划 比如说你看过阿死亡吧 阿死亡这个电影 他在做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人物 一些角色和一些情节 发展的潜力空间 都没有挖掘 比如说像你不知道 他的圆桌武士 很重要的一些角色 像Lancel 都没有出现 就是留给后面的几部电影 做主线用的 所以说他把这些东西 都留起来了 准备做后面的东西用 那么第一部电影 首先就是重量和质量 相对来说就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像 叫做就是 另外一个像 木乃伊那个电影 也是属于 试图 是怎么说呢 是为了打开一个电影 世界而做的 后面他有很多计划 有很多人物 打算加进来 但是因为他把这些 比较好的人物 和比较好的情节 都准备留到后面去了 导致第一个电影 搞得非常空 第一个电影的人物 性格塑造都非常公式化 而且我觉得 让大家在看的时候 觉得那个故事无所谓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电影等了太久了 就是上一部 木乃伊最后一次是 应该是李连杰的那一部吧 在中国的那一部 那已经差不多是十年前了 这部片子等了太久 已经没有这个热度在那边了 包括那个 The War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这部片子我也觉得 跟上一部隔的时间 有点太长了 大家已经在热潮里面 已经退出去了 所以就是说 对这部片子 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我觉得上一部 上有另外一部 上一部是什么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是吧 反正我就觉得上一部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是拍的比较好的一部 但这部等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大家的一些热情 已经没有了 再加上就是那段时间 有别的片子出来的话 很少人就去看这部片子了 而且另外有一些电影 改变力不好呢 一个原因就是说 或者是在市场做的方面 做的不是特别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的那个原创 原作知名度不是特别高 比如说 Valeron and the City of the Thousand Planets 这个电影票房 其实就蛮惨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 从漫画改变的一个电影 主要是一个漫画 原作本身在读者的影响力 就不是特别高 对 它是一个法国的漫画 所以说它在漫画的 这个借鉴过来的 这个知名度方面来说 就比较弱 大家都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电影做出来是怎么回事 而且甚至两个 它的两个主演都是票房毒药 那个Dan DeHong和那个Cara Deleving 两个人都是票房的毒药 而且真的我觉得就是 Cara Deleving根本不是 不会演戏的 就是一个女模特 她真的不会演戏 我到现在都想起 她在那个Sewis I Score里面 那边扭的那副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Spiderman Homecoming 本身是一个 大家觉得很有期待 就是这么电影 但是电影出来了之后 票房表现就都没有上一届 就是蜘蛛侠票房高 属于票房非常平稳 并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差 感觉票房表现比较中庸 你在看最新一部蜘蛛侠的话 你觉得这个电影 你本身感觉怎么样 给我一个很快的 很明确的评价 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 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这部电影一般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它把里面很多东西都给改掉了 然后作为十年里面 第二次从做Spiderman 也就是说在十年里面 我们已经看了三个人 不同的人去演Spiderman 07年是Spiderman 3 就是最早的那版Spiderman Toby McGuire的Spiderman第三集 Toby McGuire 对那是07年 所以真的是在十年里面 我们看了三个Spiderman了 然后这部里面 这是属于很典型的审美片 对这部里面 我觉得他太 我觉得他太试图把一些角色 去把他要变成中国人 把他要变成黑人什么的 他做的这些东西太明显了 然后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看一个好莱坞电影的话 我们没有会觉得 就是说如果里面的人 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感受 他是怎么感受的 我觉得并没有这个难处 但是当你把一个 当你把一个角色 变成一个黑人以后 作为中国人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是 很能够去感受黑人的感受 这是为什么就看很多黑人电影 除非是那些 就是有名的那些音乐家什么的 比如说Ray这些 我们可以感受到 但是一般你看一个黑人电影 你根本不会跟着 他的主人公的那种 他的那种悲伤什么的 根本不会打动你 就是说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不应该去 为了他的政治正确 或者是什么的 一定要把他变成其他的民族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有很多角色 都是white watch 就是让白人去演那些 亚洲人的角色 让白人去演黑人的角色 但是真正的有很多白人的角色 然后我们一定要让一个黑人去演 或者让一个亚洲人去演 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就是在看spiderman 这一集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 就是他把MJ变成一个 拉丁美洲的一个女人 然后他的好朋友 我们一直知道 spiderman的好朋友 是那个Harry Osborne 然后在这个里面是一个 一个亚洲小胖子 所以就是说 就觉得不是很适应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这方面 然后在美国 对 在美国那边也有很多观众 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他们拒绝去看这部片子 所以也导致他的票房不是太理想 但是说实话 平行而入2017年 并不是一个非常差的电影 即使是对于夏季来说 好电影 可千可点的电影 其实也是蛮多的 虽然说这些电影 可能票房也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欣赏电影 其实还是蛮多 比如说丹可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电影 神区你家本身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电影 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 你觉得哪个都是 其实蛮好 但是票房表现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力 但电影本身来说 其实蛮值得推荐的 比如就像Logan Lucky Baby Driver 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好的电影 但这些电影都不是一个 就是好莱坞大片 所以其实他们的票房 不怎么理想 也是意料之中 但是没有想到会 会那么差 就像我们第一期说的 就是Baby Driver 他没有花很多钱 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宣传 因为就是导演 自己想走一个 新的一个 就出片的方式 而不去花很多钱 去做这个宣传 但是非常明显 这一点是非常失败的 因为这真的是一部好片子 应该让更多的人 去看到这部片子 然后刚才说起来 还有一个 8月份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电影 叫做The Dark Tower 黑塔 暗黑之塔 这是一部 从Steven King的书 改编的电影 也是一个试图 做出来一个电影世界的 这么一个尝试和努力 因为这个书本身 大概有七册 但是所以说 在做电影的时候 可能打算将来 有一个做七部电影 这么一个计划 但是第一部表现 就非常差 所以说也不知道 后面的六部 什么时候做得出来了 对 而且有一点就是 其实这三 也许这三年里 很多就是以往 会在夏季出现的 这种好莱坞大片 现在都移到了4月份 甚至移到了2月份 这个是在之前 10年或者20年里面 是没有见到过的 以前的话 你基本上 2月份的电影 都是一个 就是拿出来 送死的一个片子 基本上是没有人看的 但是好像是从 或者拿出来 没有奖的片子吗 不 得奖的片子 一般性都是在年底 2月份 基本上是一个冷淡期 没有人去看电影的 但是现在的话 他把这个市场给打开了 对 第一部打开这个片子的 也许我不敢确定 也许是那个 Fifty Shades of Grey 那部片子 真的 然后就是很多片子 就现在都开始要 在情人节的 那个时候开始出来 包括那个 Deadpool 死尸 什么那些 今年2月份 有Logan 就是这些电影 以往都是应该是 都是夏季的 这些 Blockbuster 这些大片 但是现在都放到了 2月份 或者放到4月份 去年的话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是放在4月份的 所以这些片子 都往前面移了 所以也许 就是把以往 你会觉得 就是 应该是在夏季 会拿很多票房的 这些片子 他因为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他的夏季票房 就下降了 也有这样一个原因 在里面 我觉得他试图是 把夏季这三个月 拉长到五个月 所以说有一些 本来应该在夏季 就是说 这三个月里面 表现很好的电影 就是拔到更早 或更晚来发布了 对 因为夏季的竞争 以往夏季的竞争太强了 所以情愿 把它往前面拉几个月 对他的票房 反而有好处 但我们现在是9月份 从9月份到12月份 12月份 我们还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面 还有很多电影 会被发布出来 在剩下的时间里面 2017里面 你觉得还有哪一部电影 是娱乐性非常强 或者是票房 有可能会非常高 或者是在质量上 或在故事方面 你觉得很有期待 《星球大战》第九集 那是肯定没话说的 肯定是票房会很高 虽然我觉得不会比上一部高 因为上一部第八集 是因为之前有10年 没有出于《星球大战》 然后10年前出的 《星球大战》的前传三部曲 又让粉丝们非常失望 所以大家对第八集 期望特别高 所以第八集的票房会很高 但第九集也许就是 对 第八集的票房非常高 因为它有个10年的积蓄在里面 对 而且是他以前那些演员出来了 因为他前传里面没有以前那些演员 这是第一次看到 那个Harrison Ford的那些人出来 reprise他们以前的那些role 对 所以说第九部出来的时候 到底这个电影票房是多好 就完全取决于这个电影本身的质量 因为那之前可以从怎么说呢 冷静10年而制造出来的这个新热度 已经被第八部都消耗掉 第九部到底好还是不好 它的票房应该是 他本身这个电影质量的一个表现 我们说错了 上一部是第七部 这不是第八部 第九部在拍之中 所以我其实我有点搞混了 Kinsman在九月下旬会发布 你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期待之没有 我觉得他应该在第一部的票房上 不会有太大的进步 我应该跟觉得跟第一部差不多 你觉得第一部可看性到底非常强 我觉得是一部挺出彩的片子 但是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那么大众的一个片子 就比如说你 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它虽然是一个漫画改编的一个电影 但是它很小众化 它更接近于Kick Ass 而不是接近于美国队长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个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对James Bond电影的一个调侃版本 对 包括它里面的那些台词啊什么的 对 而且另外一个James Bond本身 在过去的电影里面 其实有蛮强的喜剧方面的娱乐性的 那么从Daniel Craig变成了James Bond之后 这个这一部分怎么说呢 娱乐性就消失 增加了动作性 增加了它的残酷性 那Kingsman这个定位其实就蛮好的 本身就是说把自己当做James Bond电影 又不当做James Bond那么严肃的电影 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其实蛮有趣 蛮准的 我对Kingsman的下一部电影 其实蛮有期待性 期待值的 另外一个在2017年剩下的时间里面 要发布的电影叫做Blade Runner 2049 这是对于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科幻电影 Blade Runner的一个延伸和续集 你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期待值的 很难说 因为你说起这部的话 又让我想起之前说的那个Dark Tower Dark Tower也是就是大家期待很高 然后出来了以后让大家非常失望 所以这个Blade Runner 我不是太确定 光看那个预告片的话 我觉得Ryan Gosling 他你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力在那边 然后那个Jerrett Leto 我觉得Jerrett Leto在里面又是 对又是有点接近他那个 Sewish Us Girl里面演的那个小丑的那种感觉 所以 我不敢太确定这部片子会不会是一个好片子 我对这部电影也有点是怀疑态的 因为Blade Runner一 已经是一个30年的经典科幻电影了 可以说是科幻电影方面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再看 今年看Blade Runner 2049的这个刀锋战士 就是刀锋战士二 就刀锋战士 《刀锋战士》的问题 Blade Runner 2049的这个预告片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想把这个电影 变成一个动作性蛮强的电影 但就跟原作其实是非常背道而驰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有点 有点不太 有点不安心有点不安 我觉得把这个电影变成动作片 应该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科幻片 它好的地方是一个概念 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concept 但当你把续集拍出来以后 你就是要在这个概念上面 你要去expand这个concept 然后就有很多东西就会出现漏洞 或者就是大家会对你做的这个扩展 不是很满意 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Matrix 黑客帝国 看第一集的时候大家都看得非常爽 但在第二集第三集 它想把这个世界给打开的时候 大家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了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Ghost in Shell Ghost in Shell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 和里程碑式的日本动画片 科幻动画片 那么它在原作里面 打开了非常深刻的讨论话题 让大家对人工智能和对机器与人之间的人性关系 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 那么这个电影让大家觉得非常值得回味 非常值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话题 那么在今年做出了这个真人版的Ghost in Shell的时候 他把这个讨论话题严肃变迁了 另外一个就是好莱坞白话非常严重 导致于说这个电影从一个非常好的科幻电影 变成了一个非常爆米花这么一个电影 而且在视觉上也不是很满意 满失望 就整个看上去就像一个内衣广告一样 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吧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电影 我觉得是今天会有一部新的雷神 对 一部新的雷神和一个正义联盟 Justice League 这两部的话我觉得反而雷神 我觉得反正反而雷神也许票房会更好一些 因为正义联盟之前 他那个蝙蝠下战超人啊什么的都不是太满意 然后这部片子到现在还在重拍状态下 就是他的导演Zack Snyder 因为他的女儿自杀了 然后所以他退出了这部片子 然后由那个复仇者联盟的Josh Whedon 来接手继续导演这部片子 所以现在有很多重拍 所以在年底之前 这些重拍是否可以完全结束还是个问题 因为就是说现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重拍 基本上这部片子可能有三分之一都要重新拍过 所以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对这部片子还是很有很大的质疑 我倒是觉得从个人方面来讲 我对这个正义联盟有挺高期待值 因为我觉得到目前这个阶段 DC的电影世界已经逐渐开始有基础了 那么第一部像超人 第二部像超人大战蝙蝠侠 蝙蝠侠大战超人 这两部电影就是说期待值很高 但片方表现不尽人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电影世界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奠基 你想一想 MAMO电影世界的话 最开始的那几部电影 其实它的票房表现也是非常差的 但是逐渐人们对这些人物性格 都已经变得熟悉起来了 那么慢慢它的票房和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早期的时候出的那个 神奇女侠的票房表现上和电影质量其实都相当高 所以说我觉得到目前这个阶段来讲 就是正义联盟这个电影系列 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铺垫 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相反是雷神那个电影 我倒是觉得不太容易做得好 因为雷神这个系列本身就特别不容易做好 第一部雷神我觉得其实非常勉强的电影 这个电影就是为了做电影世界的铺垫 而拿出来的一个炮灰电影 第二部呢也其实因为剧情和设计 整个电影的情节设计搞得非常乱 就是让人觉得什么跟什么完全看不懂 就是没有什么逻辑性的 雷神应该是所有的漫威电影里面最差的一部了 非常同意 所以说现在做雷神3了 因为他把大家都知道 他把就是绿菊仁加进去 其实他里面应该有一个 CNG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雷神电影里面 看到其他复仇者联盟的角色 让大家觉得耳骨心 然后有更好的票房支持力 但是这个电影 雷神这个角色本身就是特别不容易做好 因为我们在熟悉复仇者联盟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细节 基本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发生在纽约 他有一个很现实的场景 那么雷神本身就不太容易做这个东西 他做出来之后 他就如果他是把他夹在复仇者联盟里面 那么你就对他有接受感 但如果你要是说直接做雷神电影的话 因为他的故事基本都是发生在 意识源空间和其他的宇宙环境里面的 所以说你在看他的时候 代入感就会非常差 我是这么觉得 我同意你说就是雷神一和二 并不是非常好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 他们现在找对了雷神的走向 因为雷神他最出彩的那些片段 都是在复仇者联盟里面 而这些出彩的镜头 都是他在搞笑的时候 然后所以就说他这部片子会走一个 比较轻松搞笑的一个路线 而并不是像之前就是说 我是一个雷神 他这部片子里面就是 会有很多搞笑的细胞在里面 然后绿巨人也是 绿巨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他自己的电影 因为之前做过绿巨人的电影 非常难做 非常让人可以relate到这个人 但是他的就绿巨人的本人 Bruce Banner 他在复仇者联盟里面 也是基本上一个搞笑的 一个比较幽默的一个角色 所以让这两个人 在同一部片子里面 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 星际版的body comedy movie 你知道吗 所以就说我对这个比较看好 而且他这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电影性会非常强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搞笑 基本就是走这么多路线 对他是走一个喜剧的路线 他也许更接近于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就在外太空 然后又比较轻松 比较搞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路线 我觉得你说这个有可能非常对 就是他非常容易走 这个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就是宇宙护卫者 这么一个路线 比较类似这么一个路线 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觉得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期待正义联盟比期待雷神三会更高 我觉得他的票房会超过雷神三 其实我还是蛮希望正义联盟可以成功 就是问题是在于他前面几部电影 把这个电影世界塑造的太黑暗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超人 他永远都是不会笑的 永远是板着脸的 蝙蝠侠也是永远都是板着脸的 直到那个神奇女侠出现 我们才看到这个电影世界是有阳光的 之前的话都是非常的灰暗 非常的低沉的一个感觉在那边 让人非常不舒服 而漫威世界里面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颜色非常强烈的一个世界 就美国队长的蓝 那个绿巨人的绿 那个雷神他的金发 然后再加上那个钢铁侠红色的盔甲 他的色彩性非常的强烈 但是在DC的这个世界里面 超人身上那个蓝的衣服 基本上给调暗了 蝙蝠侠永远是黑暗的 再加上他们的性格 就让人非常觉得不是非常 让人看得不是非常舒服就觉得 那我觉得你说这个不是没有道理 就是说DC的这个正义联盟 这个电影系列的本身 他就是性格特别更深暗 主题更深刻一点 然后更沉重一点 他跟漫威的那个电影世界不一样 漫威电影世界确实是颜色感更强 娱乐性更强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 对电影世界期待值的问题 如果你一旦熟悉和适应了 这个电影系列的这个节奏 那么你对他的电影的接受能力 慢慢会上来 就好像有一些很成功的 就是漫画改变电影 比如像Watchmen 他本身是非常非常黑暗的 而且DC电影世界的人物本身也都是蛮痛苦 本身就是性格上方面来说比较多元化 多从色化的 值得开发 你在看一段时间比较熟悉了之后 你会有更强的代入感 我还是觉得对正联盟电影系列 我觉得期待值会高一点 我觉得票房会超过 我觉得都看他们就是第一个星期 出了以后 然后他们的影评如何了 可以就是关系到他们之后的票房 非常厉害 因为两部片子都基本上是年底 年底那个时候 就是有星球大战出来 还有会有很多 就是奥斯卡的电影 会在那个时间陆陆续续出现 所以它也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一段时间 总的来说2017年 虽然说票房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年 但是在剩下的时间里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还是会有一些可见可点值的 注目的电影发布出来 到时候我们大话数电影 当然不会错过每一部这个电影 跟大家切磋 跟大家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的节目还是同样 可以在iTunes的Podcast上可以找到 也可以在荔枝FM上面看到我们的节目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SoundCloud 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开了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看法的话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跟我们留言 也可以发email给我们 我们的email address是 moviesandchatsatgmail.com OK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利用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联系 跟我们鼓励 我们也会努力做好将来的大话数电影 希望大家关注 好的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